丽北绝真的没有觉得 斯嘉丽哪里长得漂亮了 在她的眼里 女人分两种 持恩恩和长得丑 斯嘉丽最多算是丑得比较有特色 不只是丑得有特色 还烦人 她的背影很快地消失在了 众人的视线范围内 两个女官紧张地低下了头 描向了最中央站着的少女 硬着头皮说道 殿下 既然丽少有事情要忙 我们先回去吧 斯嘉丽眼镜里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 根本不是受了挫折要放弃的光芒 分明就是越挫越勇的光芒 她握紧了拳头 肃然松开 嘴角还挂着纯真的笑容 顺手把红酒盒子交给了旁边的司机 柔声地说 来都来了 至少要拜访一下老爷子再走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老爵爷了 不知道老爵爷身体还好吗 女官面面相去 都从彼此的眼睛中看到了惊讶 殿下竟然还不放弃 看这个样子 似乎对于丽少越来越感兴趣了 两个人百感交集 丽老爷子的房间里 吃恩恩吃得差不多了 他刚要放下勺子 就见一个庸人快速地走进来 浮在了老爷子的耳边说了什么 老爷子先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挑了一下眉头 随即转过头 忽然朝着他的方向 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 跟庸人吩咐了什么 吃恩恩总觉得 他那一眼 性味的意思很浓 不知道他在性味个什么劲 他直觉和立北觉有关 就在他猜测着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丽老爷子忽然背着手 站了起来 对他说 等会儿陪我见个客人 吃恩恩不只是惊讶了 完全是惊恶了 老爷子居然主动邀请他 去见客人 这太不按常理出牌了 虽然吃恩恩的第六感告诉他 里面多半有诈 但是他还是从容地点点头 好 丽老爷子就欣赏他这种废话不多 欲试冷静的样子 没有再多说什么 吩咐旁边的庸人道 把餐桌收了 是 老爵爷 庸人开始手脚麻利地 收拾起了餐桌来 丽老爷子漫不经心地偏过头 瞄了一眼后面的吃恩恩 走吧 跟我到客厅去 他的卧室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 今天是个例外 同一个例外 不可能连续发生两次 说着 他背着手走在了前面 迟恩恩保持着礼貌地 跟在离他两步距离远的后面 下了楼 老管家迎了上来 把丽老爷子一贯喜欢用的龙头拐杖递了过去 丽老爷子接过龙头拐杖 走向了客厅的沙发坐了下来 指着他旁边的沙发跟迟恩恩说 坐那里 迟恩恩走过去坐在了他指定的沙发上 丽老爷子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抿了一口才不急不缓地开口 知道我要带你见的是谁吗 痴恩恩没傻到 要等他来给自己倒 学着他的样子 自己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从容不迫地老实回答 不知道 丽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眼神复杂 很快地就移开了目光 恢复了平静无波的样子 意味深长地说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 他说很快 果然很快 五分钟之后 一个漂亮夺目的身影 就在众人的簇拥下 出现在了客厅 那个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左右 身材匀称 气质出众 一般女人很难驾驭的 红色吊带裙 穿在她身上 有种难掩的味道 清纯中戴着一丝妩媚 让人说不出的舒服 老管家第一眼看到 斯嘉丽的时候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她先是看了一眼斯嘉丽 再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 持恩恩 一下子明白了 自己那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是从哪里来的 斯嘉丽和持恩恩 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皮肤白皙出众 清纯还给人舒服的感觉 不过 她更喜欢持小姐身上 那一种舒服感 清纯中戴的是温柔 和沉着冷静 就是不知道 老爵也喜欢哪一种了 或者说 老爵也带着持小姐 一起见斯嘉丽殿下 是个什么意思呢 老管家摸不透 利老爷子心里面 在想什么 也不敢胡乱插手 恭敬地对着 近来明媚的少女 弯了一下腰 公主殿下 请 公主殿下 这个女生是 公主 持恩恩 有一点反应不过来 毕竟二十一世纪了 公主这个词 感觉离现实生活 特别遥远 不过 她很快就想起来了 W国是 君主立宪制国家 皇室被保留了下来 虽然皇室 不参与政治等 但是 在W国人的心里 还是占据着 很高的地位 老爷子 带着她 见公主干什么 持恩恩的明眸 闪过了一丝疑惑 很快的 斯嘉丽就微笑着 走向了沙发的位置 利老爷子 在她走过来的时候 已经站了起来 持恩恩跟着她 站了起来 等斯嘉丽走了过去 利老爷子 优雅地拉过了 她的左手 在她的手背上 礼貌性地 落下了一吻 客气道 殿下 斯嘉丽拉起了裙摆 也回了她一个标准的礼 这才笑容灿烂地开口道 老爵爷 好久不见 请原谅我 上门打扰之前 没有提前让人通知您 利老爷子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笑意 殿下要来 随时都可以过来 正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殿下了 上一次看到殿下 好像还是 在您的成人礼上呢 利家和皇室 有不少的利益往来 利老爷子 可气十足 持恩恩 还是第一次 见到利老爷子 对谁这么客气的 所以 我今天不是来看您了吗 您身体怎么样呢 斯嘉丽姓谋又大又圆 给人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 仿佛他是真的很关心似的 利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嘴角的笑意不变 很好 殿下 喝茶 还是 我随便喝什么都可以 斯嘉丽笑容纯真又可爱 忽然 眨巴了一下眼睛道 利爷爷 您就别老叫我殿下 叫我斯嘉丽就可以了 他的声音又甜又脆 让人无法拒绝 持恩恩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还有壮丝无意说出来的话 心头咯噔一跳 爷爷 这个意思是 他凑了一下眉头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利老爷子 怎么和斯嘉丽说的了 就听到少女甜甜的声音 看向他问道 利爷爷 这位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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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